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 阴阳录制我在你左右 影片一开场 电台节目主持人长毛阿田和大眼 开着摩托车来到大排档吃饭 大排档老板阿乐的妹妹小甜甜 一直暗邻阿田 一看自己的男神来了 乐得是合不拢嘴啊 长毛坐在门口扔瞎学木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红衣女孩正向他招手 这是赤裸裸的勾引啊 那长毛能错过 可当他走进小股东一看 发现红衣女孩已经不见了 本着贼不走空的原则 长毛冲着墙面撒了泡尿 可他万万没想到 靠墙的位置居然放着一个亡灵的牌位 毛蛋哥一个人在家喝啤酒 由于楼下太吵 这哥们把啤酒瓶扔了下去 刚好砸在了长毛的头上 转场之后我们才发现 原来刚才的那一幕啊 居然是长毛讲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那个跟长毛长得一模一样的哥们 被酒瓶砸死之后 他女朋友小敏整天是以泪起面 一天到晚念到这要去领头看 自打毛蛋哥扔酒瓶砸死人之后 这哥们的日子也不好 整天有不干净的东西在他门口瞎晃了 而且还免费送给了他很多的空酒瓶 时间长了 毛蛋哥患上了一种酒瓶恐惧症 自要是一看到皮酒瓶当时就在吓叫 长毛阿天和大眼主持的这档节目 叫惊叫一点钟 主要就是讲一些灵异的故事吓唬人玩 节目中还会接听热线 跟听众一起互动 这一天晚上 三个人接到了小敏的电话 小敏说我男朋友死了 我也不想活了 大眼说天涯何处芳草 这个则咱在找啊 可不管三个人怎么劝 小敏就是听不进去 最后长毛急了 说你要是想见你男朋友 就赶快去跳楼 甭跟这耽误大家的时间 大眼和阿天一听吓了一跳 说你这不是吓唬闹吗 人家万一要是跳了楼 你就是最贵货手啊 长毛一听也有点后爬 急忙开着车去找小敏 这小敏也是一根筋的 一怒之下就来到楼顶 长毛开着车刚来到楼下 小敏光当一下就砸在了他车上 晚上三个人主持节目 突然又接到了小敏的电话 小敏说我可是跳下去了 但我没找到我男朋友啊 长毛一听当时就吓叫 到了后半夜 小敏的鬼魂开始吓唬长毛了 长毛说我受不了啊 再这么下去我非疯了不可 为了摆脱小敏的骚扰 长毛斗胆来到了小敏家 不仅为小敏上了枪 还给了小敏妈咪一万块钱 长毛在小敏的房间里 找到了一本周记 上面记录了他和男朋友之间的点点滴滴 长毛觉得写的不错 还拿到电台分享给他听说 在小敏的周记中提到 用牛眼擦眼睛可以看到人的鬼魂 长毛深信不疑 而且还亲自做了实验 果不其然啊 这哥们刚擦完眼睛 小敏的鬼魂就出现了 不仅如此 小敏的男朋友也跟着来了 长毛被小敏的男朋友附身之后 这二位牵着手从楼上就跳了下去 长毛的死大眼哭得最痛 虽然干打雷不下雨 但至少态度是不错 咖喱和闲带是安老院的义工 为了安抚大眼那颗受伤的心 大家伙决定租用毛胆哥的游艇出去散心 出海游玩没有美女陪伴 那该有多遗憾 咖喱和咸蛋通过电话 联系上了美女小微 双方约好时间在码头见面 毛胆哥因为皮有盈的事 整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头发是大瓦大瓦的掉 一个电话都能把这哥们儿吓尿 第二天的一早 小微准时到码头赴约 几个单身狗一看都高兴坏 行驶途中 毛胆哥突然听到有人在哭 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是六婿的闺女 昨天掉进海里淹死了 而且尸体一直没找到 大眼跟小微闲聊的时候 无意中把小微的鬼故事 弄到了海里 小微当时就翻脸 大眼只好跳下去检树 返回的时候 无意中撞进了一头死竹 当时就把这哥们儿吓哭了 过了没多久 小微和大眼看到了 飘在海上的六婿的闺女 六婿的闺女被救上来之后 整个人神神叨叨 像是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几个人想打电话求救 可所有的手机全都没信号 不仅如此 时间也错乱了 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 所有人都懵了 然后诡异的事情 开始不断的发生 游艇无缘无故的抛锚 吃饭吃出了小墙 可怕这几个折腾了不清 几个人一分析 也认为原因 出在六婿的闺女身上 因为自打把六婿的闺女 救上来之后 事情才开始变得不对劲了 大眼说 今儿晚上咱轮流直播了 一定要盯紧这个女人 到了后半夜 贤旦突然看到 不远处有条船 几个人急忙大声地呼救 可那条船跟死了一样 根本没有任何人回应 咖喱和贤旦来到那条船上 当两人正瞎悬末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六婿闺女的尸体 两人刚想撒子撩 贤旦的脚脖子 又被小魏的尸体给拽住 两人回到游艇 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来到船舱一看 发现毛蛋哥和大眼 全都领了盒饭 两人打电话报警 可语无伦次怎么也说不清 当听说大眼失踪了之后 阿天决定辞职不干 台长记嘴说为什么呀 阿天说我现在知道了 这个节目为什么在两年前 曾被取缔过 原来之前的两个节目 主持人都离奇暴毙 台长说什么鬼呀 全是封建迷信 晚上阿天跟龙套哥 飙车小赢了一把 龙套哥不服气 约阿天一周之后赌一把大 阿天和阿乐 还有小甜甜 正在吃龙眼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 红衣女人向他招手 阿天经不住诱惑 走了过去 还是那条程序 跟开头长毛的那条 几乎一模一样 不同的是 这次红衣女人 来了一个高难度 把阿天吓得是屁股尿脑 被女鬼缠上的阿天 开始不断的出现幻觉 晚上这哥们 骑摸车回家的路上 突然撞上了 那个红衣女鬼 阿天没敢停车 一楼眼跑回了家 刚进屋 他就看到了 长毛和大眼的鬼魂 阿天说你们吵我干嘛呀 大眼说下面特无聊啊 打麻将回回三缺一 阿天说你们就算 把我给弄过去 咱也才三个人 还是打不成啊 长毛和大眼 不断的劝阿天自杀 把阿天吓得 一个吉林从噩梦中进行 醒来之后 阿天发现 被子上有一缕畅头发 这说明是真的有鬼 第二天的一早 阿天发现 摩托车的车轮上有血迹 他急忙来到爆摊 看有没有关于车祸的新闻 还好没有啊 这哥们松了口气 他又来到 昨晚撞上红衣女人那地 也是什么都没发现 阿天正在跟阿乐闲聊的时候 炮灰哥突然出现 炮灰哥一眼就看上了 阿天的摩托车了 非要骑着出去走一圈 哎呀 这哥们的出现 就是为了替阿天给和汉 时间不大连人带车全都挂 转过天 阿天和阿乐去给炮灰哥买花圈 卖花圈的老板李大妈 一把拽住了阿天 说从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别人给你松动才对 你最近被冤鬼缠身 捆有血光之灾啊 阿天说那我该怎么办啊 李大妈说你带我去你家看吧 阿天带着李大妈来到自己家 李大妈用激光笔 在墙上一通下滑了 说我给你画了个符 能保佑你平安无事 李大妈忽悠了阿天 三千块钱之后 说资要是过了明天晚上 你就没事了 所以这两天 你老实在家 带着哪也别去 还真别说啊 李大妈画的符 还是真管用 女鬼一看 吓得灰烂烂烙跑了 第二天晚上 阿天死活不敢回家 这个时候 上次输了钱的龙套哥 非要再跟阿天比一次 在比赛的过程中 红衣女鬼出来捣乱了 龙套哥由于不信邪 最终领了合汉 阿天一看大事不好 扭头就跑了 可没跑出多远 就被女鬼给截住了 女鬼说 不久前 我被刚才跟你飙车的 那两个人抓到了郊外 我跑到马路上找人求救 你不停车 反而还撞了过来 阿天说 误会啊大姐 我当时以为你是鬼 女鬼说 那个时候我还不是鬼 阿天知道自己说不清了 于是开着摩托车就跑 女鬼在后边 是紧追不舍 最后阿天一头栽出一格的屁了 影片的最后 台长正在忽悠听众的时候 长毛大眼和阿天的鬼魂出现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 做人如果太混蛋 阎王请你去吃饭 煎炒烹茶样样有 可是你却吃不惯